我是一个武汉人 也是一个普通的老师 自从2月10号恢复这个网络线上教学以后 每一个老师都是在家里办公的 我们家呢有一个一岁四个月的宝宝 因为封城的关系 老人没有办法来帮我们带孩子 所以现在目前是夫妻两个人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小孩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历 所以我打算录一段视频 来纪念一下这个特殊的2020 每天早上7点半左右 我们就得起床了 因为小朋友醒得比较早 要帮他准备早饭 吃完早饭以后 就是小朋友自己的自由活动时间 那这一段时间呢 就是我们要办公的时候了 好吧 这是不是应了那句话 孩子静悄悄必定在作妖 原来我刚刚那么安安静静的 能办公是因为他在这里搞破坏 一般在上午的时候 我会和班上的孩子们一起观看 统一的网络直播课程 在下午的时间段 孩子们会针对这节网络直播课提问 我就负责答疑 在线上和他们互动 所以说 上午的课程我得十分认真 仔细地听 得一边听一边做重要的笔记 但是家里这个一岁四个月的小宝宝 有的时候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中餐的时间一般是我先生在家里做大人的饭 我就给小宝宝做饭 吃完中饭以后 就是小宝宝的午睡时间了 哄睡这个事情 爸爸很不擅长 所以必须得我来做 我们家孩子睡了 我也比较能够安心的 一心一意的 跟班级里的同学们进行答疑和互动 每天答疑结束之后 学校还有一些额外的任务需要老师们完成 所以一直到晚饭前 我都一直在工作状态中 晚饭之后是我和孩子的互动时间 其实我觉得挺亏欠我们家宝宝的 因为我把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学生 给了工作 真正一天下来 能够好好地陪孩子玩的时间 也只有晚饭后和孩子洗澡前的 这一小段时间了 一般在晚上九点左右 我们家的宝宝就要上床睡觉了 九点以后呢 学生们的作业陆陆续续都交上来了 这时候我就得把他们的作业一一批阅 所以一天下来 我感觉是被电子产品绑架的一天 其实我自己既是一个老师 也是一个家长 所以我非常非常理解家长们的心情 他们陪孩子们上这个网络课程 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大家在这种特殊时期还能够坚持学习 一步一个脚印的 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以后 我坐在窗前看到对面楼的万家灯火 突然有一点欣慰 虽然这座城市被按下了暂停键 可是我们大家没有一个人放弃 我们是精神的乌寒人 乌寒加油